长期慢跑的八大功效 真后悔没有早点知道 跑步有什么好处吗 你听到最多的答案应该就是强身健体 减肥改善身形 但如果仅此而已 那只能说你对于跑步还是一知半解 一群世界级的科学家用几年 甚至是十几年的研究结果告诉你 跑步的好处远不止停留在你的眼睛所能看到的 它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能力甚至超过药物 长期慢跑的八大功效 第一个偏头痛克心 第二个耳背者的福音 第三个妨碍能手 第四个改善敌言 第五个缓解焦虑 第六个皮肤拯救者 第七个修复膝盖软骨 第八个增强记忆力 人生因奔跑与思考变得风银饱满 奔跑让疲惫带走你的烦恼与分成 无心与沉寂 阅读可以塑造一个人的灵魂 与书为伴 人越睿智 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 而一个人的命运 决定于早晚的两个小时 每天早晚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用来阅读静修思考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正在发生改变 坚持数年之后 成功会向你招手 从明天起 让我们跑步阅读 感悟生活 从明天起 熟悉周围的每一条路 用双脚赶出人情冷暖 从明天起 让生命不再虚度 让健康在奔跑中越来越好 加油 跑步人